如果食物已经卡在食道里面的话 这时候即使是喝水的话 通常也不容易把食物拍下去 当日有一个90岁的老先生来急诊 主述就是说有吞了一个义务 怀疑是鱼蛋 所以会诊我们肠胃科 就是去把鱼蛋他们能不能做假取出来 做胃镜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鱼蛋 是卡在食道的中端 然后可能下端有食道狭窄的状况 然后多方的尝试 但是就是大概夹了几次之后 老先生就有点受不住 就要求先暂停 那在第二次做胃镜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碎片卡在里面 所以跟另外一个草莓科医师讨论之后 决定说用内饰镜的方式 把鱼蛋夹成很小很小的碎片 再把它推到胃固里面去 当民众如果碰到食物液到的情况的话 当下可以试着去呛咳 看能不能把食物把它咳出来 那如果说呛咳不成功 生活中病人有更不俗的状况 比如呼吸急促 或者其他胸门更严重 可以考虑请旁边的人帮你协助 我们用哈姆尼克的压迫方式 看能不能把这个衣服把它拍出来 这病人的话 像如果说已经食物有卡在食道里面的话 这时候即使是喝水的话 通常也不容易把这个食物把它拍下去 反倒是有可能说 这样的水越积越多 病人可能产生呛咳的情况 导致吸物性肺炎 生物自治情况 这是相当危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